Hello 大家好 今集是小學四年級 英文詞語運用 關於不同人 有不同的習慣 習慣 哪個好些呢 今集是會 加上 How often 去問的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記得留個電郵給我 我會送給大家 看完之後如果覺得好 記得按LIKE 訂閱 分享這條片 現在開始 開始 Alice 在問她朋友 Pino 和Peter 一些問題 關於他們的習慣 關於什麼他們說的 Alice 問她的朋友 然後Pino和Peter 一些問題 關於他們的習慣 完成他們所說的 第一 就是問Sauce 就是 換物 第二 Fingernails 指甲 就是剪指甲 3 Dentis 就是去看牙醫 4 Sport Sauce 拖鞋 就是洗拖鞋 1 How often Do you change your sauce 你有什麼時候去換你對蜜 啊 前面這個是Pino 後面是Pita Pino就說 I change my sauce 7 times a week 啊 我一個星期洗蜜七次的 啊 Pita就說 I change my sauce choice a month 啊 我一個月是 換兩次蜜的 那麽呢 那麽呢 一次呢 和兩次呢 是特別些的 其他呢 幾多次都好呢 都是有個 Times的 好了 Two How Open Do you cut your fingernails 你有幾時上啊 去剪你的指甲 I cut my fingernails once a week Pino就說啦 呃 我說一個禮拜 剪一次指甲啦 I cut my fingernails 3 times a month 啊 Pita就說啦 呃 我呢 剪我的指甲呢 是一個月三次 那麽呢 幾多次我們看 右手邊 這裏有說的 好啦 第三個啦 How often How often Do you go Do you go to the the dentist 你有幾時上去牙醫道啊 Pino就說啦 I go to the I go to the dentist 3 times a year I go to the dentist 呃 我呢 就一年去三次看牙的 啊 Pita就說啦 I go to the dentist 一次 once once a year 啊 我一年啊 去一次看牙啦 好啦 Alice又問啦 How often Do you wash Do you wash spot shoes 你有幾時上 洗你的 波鞋啊 那啊 Pino呢 就說啦 I wash my spot shoes twice a month 我啊 一個月啊 洗兩次波鞋啦 Pita就說啦 I wash my spot shoes once a year 啊 我啊 一年啊 洗一次波鞋啦 好啦 結論啦 Who has good habits K OK 誰的習慣好些啊 take他啦 那很明顯是Pino啦 OK 那就是 今集呢 就是講到這裏呢 就完啦 這樣呢 你會見到呢 就 有例子看的時候呢 跟例子做呢 都不難的 啊 如果問你How often呢 你就答 多久 一次啊 兩次啊 三次 那啊 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這樣做的 那就是 都不難的啊 那如果 大家 一路跟 一路做 連續 一路跟呢 是不難的 那當然 前提 你最好記了些生指去啦 你不記了 做什麽都難啦 下少少功夫 之後呢 就很輕鬆的了 那 好啦 大家如果覺得我講得好 記得 like啦 訂閱啦 share這條片啦 多謝大家下集見 拜拜